三菜一汤 美味响叮当 大家好 我是台北王朝大酒店 Sony Buffet副主厨Titan 张秋勇 新鲜番茄做法百变 无论生吃 热炒 煮汤都非常的美味 其中 茄荣素具备了优质的抗氧化能力 可以保护皮肤减少脂外线的伤害 深受女性的喜爱 这次来教妈妈在家也可以轻松做菜 就由我来为大家示范 番茄料理 三菜一汤 现在我们来做猪肉丸 把豬絞肉 它這邊的話 今天是用三漆 三的肥肉 然後七的瘦肉 加進來 我們加上一顆雞蛋 番茄醬進來 然後我們加上面包粉 來這時候我們加入白葡萄酒 量不用太多 然後調味一下 鹽 你就可以把它給搓揉 搓揉到完全均勻之後 我們來做摔打的動作 表面稍微有帶一點點 筋性的這個稠狀 擠出來一顆 大約50塊銅板大小的一個肉丸 油溫160度 我們炸三分鐘 好 這個丸子其實不用炸到全熟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跟著這個醬汁蔬菜一起做燉煮 所以你在這邊炸 只要把它炸到定型就可以了 這邊有乾油的話 你油溫就不要太高 不要超過180度就可以了 先放上蘑菇 讓菇稍微炒上色一點 洋蔥清潔紅蘿蔔炒出來的香氣跟味道 就跟其實應該說就是天然的味精啦 這邊要炒到稍微洋蔥帶一點點透明的那個狀況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加上其他的食材下來了 黃潔瓜 黃潔瓜在蔬菜後面放上去的一個原因是因為 它需要烹調的時間不要這麼的久 好 這時候我們來加上白葡萄酒 稍微揮發一下到沒有酒精味 我們加上切碎的番茄 這時候加入我們的高湯 水滾之後啦 我們就把我們的丸子放下來 這時候我們加上一點點義式綜合香料 然後讓它燉煮個20分鐘就差不多 隔夜再吃會更棒 10分鐘之後我們加上綠節瓜 綠節瓜會晚放的原因是因為 它有這個葉綠素 葉綠素很怕酒煮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話不要太早放 我們今天用的是Cabellini 就是天使細麵 那煮之前水一定要滾再放麵 水滾之後在裡面加上1%的鹽 一個當然就讓它有味道 第二個可以提升水的沸點 第三個可以把麵的空隙秤出來 可以吸收醬汁的味道 稍微有點前後的旋轉 旋轉之後把它給放下去 它就會散開來 煮大約兩分半鐘 今天用的是碎番茄 把它加進來 10%的番茄汁或是醬 然後1%的蜂蜜 加點鹽 一點點胡椒 就可以做成今天的麵的醬汁 燙完了熱的麵 我們把它給加一點橄欖油來拌一下 這個時候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義大利麵千萬不能沖水 沖水就會把這個我們剛剛說的 麵條的空隙秤出來的地方把它給填滿 醬汁完全沒有辦法進到麵裡面 那它的味道就會 麵是麵 醬是醬 切絲的黃甜椒 紅甜椒 然後洋蔥絲 這裡如果可以的話 切得越細越好 九層塔 然後我們最後再加上一點點的橄欖油 蝦子 棕卷 跟蘿貝柱 加點鹽 一些黑胡椒 油的比重比水輕 所以在這邊的話 如果你拌了橄欖油 你會把這些海鮮的水分都包在裡面 好 這邊我們要把這些海鮮料煎到全熟 所以需要一點點時間 先不要動它 讓它可以直接跟鍋底加熱 把它給煎上色 我們加入蒜頭 九層塔 今天的話我們只用葉子的部分 當然如果說你有梗的話 你的果汁機的力量夠強大 也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沒有松脂的話 你也可以加蒜味花生 我覺得風味會差不多 加上我們的起司粉 黑胡椒 鹽 最後我們加入橄欖油 好 我們現在底部用醋膏來稍微簡單化盤一下 你也可以選擇切片 那我今天切成條狀 你這樣吃下去的口感會比較不一樣 所以莫茲拉起司你就跟著 番茄的粗細去走就好了 讓我們的中捲 蝦子 還有我們的蘿貝柱 連上醬汁 那這邊的醬汁 其實你要打稀一點打稠一點 我覺得看個人 油下來 我們先炒洋蔥跟西芹 洋蔥炒到透明的時候 再把番茄跟馬鈴薯放下來 那番茄我們用水燙過 已經把它去皮了 這樣喝起來湯的口感會比較好 不過有一些渣渣在裡面 好 來加入白葡萄酒 稍微揮發一下下 好 這時候我們加入高湯 然後放入馬鈴薯 讓它小火燉煮個十分鐘 來 我們這邊 水滾後我們關蓋煮十分鐘 我們把蔬菜料稍微炒熟一下 都切成小頂狀 洋蔥 然後我們的西芹 馬鈴薯 這邊要炒到馬鈴薯都變透明狀 表示它熟了 那這時候最後放上番茄 鹽 胡椒 好 我們這時候利用果汁去把它給打成濃稠狀 小心 大約打一分鐘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把它打到綿密的濃稠狀 讓我們倒回原本的鍋子 再來調味跟加入鮮奶油 我們這時候加入鹽 黑胡椒 然後跟加入適量的鮮奶油 好 最後再撒上蔬菜料 好 這樣我們的番茄蔬菜濃湯就完成了 吃吃吃看味道 可以搖到很多蔬菜的顆粒 口感不錯 嗯 就蠻有層次的 它是普羅旺斯豬肉丸 哦 普羅旺斯豬肉丸 就結好 哦 普羅旺斯豬肉丸 所以它裡面就是會有番茄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肉還蠻好吃的 嗯 番茄湯汁也很入味 對 就是一般那種肉丸是好像肉味會很重 嗯 可是這個吃起來就是蠻清爽的 是